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 小小兵格魯的崛起 這是神偷奶爸系列的第五部電影 小小兵前傳的第二部 我只能說還蠻好看的耶 我在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在IG上面發了說 我沒有看過任何一集的神偷奶爸 但我後來發現我搞錯了 原來我好像有在Netflix上面 有看過第一集的神偷奶爸 因為在這部歌魯的崛起當中 有很多跟第一集神偷奶爸致敬的畫面 以及還有一些人物的彩蛋啊 這部電影原定是在2020年的7月3號要上映的 延了兩年到今年的7月才正式的上映 不知道有沒有小朋友等了兩年的暑假 才看到這部小小兵的續集 上一集的小小兵講述他們尋找主人的過程 最終遇見了這個才不到12歲的歌魯 然後這集雖然叫做格魯的崛起 大致上面也是遵循著神偷奶爸的劇情攻勢 讓格魯跟小小兵打敗那些其他的壞人 然後溫馨的講述家人之間的感情有多麼的珍貴 這個系列大概就是在這樣子的劇情框架下面 用力的讓小小兵去搞笑 進行各種奇特的角色裝扮 然後發揮他們忠誠 卻常常出包的效果 如果要相比今年上一部動畫電影《巴斯光年》的話 最大的差異就是小小兵的每一個角色都非常的討人喜歡 角色的設計上面除了一些舊友的人物之外 還有一些過場的角色 都充滿了這種卡通人物能夠帶來的可愛感 所以儘管劇情在荒謬在沒有道理在不明所以 你都可以在整場歡樂的氣氛當中原諒這一切 同時這些傻哩傻氣的故事跟節奏感 會讓整部電影充滿了活力 尤其是那個滿滿小小兵的畫面 你總是可以在那個畫面的角落 看到有人在那邊給你搞笑 看起來很不像是皮克斯想讓你看到那一種 每一格都是藝術品的那種呈現 但我覺得他的作畫或是動畫技術依舊是很成功很優秀的 像是有一個中國城過新年的畫面 可是在最後結局出來的那幾隻怪獸喔 我真的就有點保留 可能故意不想要設計的太恐怖吧 畢竟是給小朋友看的電影 然後這部電影的配音十分的出色 這一集不再有上一集的旁白了 除了依舊配音格魯的史蒂夫卡爾之外 這集有一個重要角色找來了重量級的亞倫亞晶 來配音演出 然後當然還有楊子琼嘛 他那一段根本就是來補足90分鐘的吧 你不覺得小小兵為什麼會要學功夫嗎? 那我會想要買穿著李小龍黃色運動服的那個小小兵 小小兵格魯的崛起就是一個很典型的角色喜劇 靠著角色誇張的個性 單純呆萌又常常能夠化險為一 最後再回歸這部電影要講的 格魯從小就缺失的那個家人情感 這也是小小兵需要格魯 格魯需要小小兵的道理 這是一部歡樂到底的動畫電影 有莫名其妙的笑點 還有配上一些動作片的場景 這一集的小小兵依舊是成功的 也應該預期得到會有下一集的出現 是一個剛剛好的合家觀賞的商業喜劇 我自己第一次在電影院體驗了這個小小兵的電影 我感覺還不錯不會感到無聊輕鬆有趣 特別推薦給也希望能夠有小小兵幫你做家事的你 去欣賞 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然後把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 你有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來第一時間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 按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我的頻道 那我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電影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